来源大和财力方 可以拥抱狂热 但不要失去理性 节前A股市场热度快速攀升 长下期间 A50港股中概股的涨幅都很大 所以不少投资人认为 节后A股的还会加速 当下的行情的确有一股不可阻挡之势 然而变数也再度出现 就在股市大涨之际 过去一周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杀跌将近1200点 并再度跌至7.1这个关口 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持续上行 美联储降息的预期 也在国庆下期间收窄 有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种背景之下 全球的宏观约束可能再度收紧 这背后似乎也隐藏着一股争夺资本的力量 那么对节后A股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一场争夺 过去一周 汇率市场的变化很大 美元指数从100.17起步 连拉五个交易日 截至目前已达到102.45 在这种背景之下 人民币过去一周也是持续回落 回落点数近1200点 值得注意的是 非美货币过去一周也都出现普遍杀跌 主流货币日元 更是一度杀跌到149附近 泰铢周五跌幅达到了3%以上 韩元跌幅亦大于人民币 在这段时间 似乎也存在一股 有意引导资本回流的力量存在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种背景之下 美国市场的流动性亦明显趋稳 其SOFR利率 在经过9月26至30日的短暂反弹之后 近期回落明显 美元之所以会持续拉升 一是与其吸口预期紧密相关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9月美国失业率降至4.1% 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25.4万 显著高于市场预期 由此 很多美国研究机构 10月4日表示 由于美国最新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 表现好于市场预期 或将促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在调整利率政策时保持谨慎 预计11月降息幅度 可能收窄到25个基点 此前是50个基点 二是与中东的局势有关 10月1日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 随后 以色列威胁要进行反击 美国总统拜登称 正与以色列讨论袭击伊朗石油设施 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官员报道称 以色列未来可能 首先打击伊朗的油田等能源设施 如果伊朗进行反击 将考虑瞄准伊朗的核设施 伊朗宣布做好准备应对袭击 计划发动第二轮袭击 回应以色列军事打击 由此 过去一周 国际油价上涨了将近10% 若以色列和伊朗的局势继续恶化 国际油价可能会处于 一涨难跌的趋势当中 这会影响到全球通胀的走向 A股如何演绎 最近 市场似乎也不怎么理会外汇市场 带来的变数 过去一周 港股恒生指数涨幅超过10% 恒生科技指数涨幅超过17% A50涨幅超过14% 且在周五夜盘 依然保持将近1%的强势 在美国上市的三倍 做多中国 ETF单周涨幅超过35% 因此 很多人认为10月8日开盘之后 A股的热度还会攀升 银河证券认为 表示不能简单把这次上涨 当作一次单纯意义上的政策驱动的市场反弹 而是应该被视为 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转折点 过去两年 稳增长政策出台持续不断 但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预期偏弱 一直是制约政策效果的主要问题 这次政策的推出背后有个重大变化 也就是预期管理的方式的变化 从而导致了一直期待的超预期政策出现 成为推动市场上涨的最直接催化剂 但热度持续过高 可能也会引发震荡整理的需求 中信箭头认为 从2015 2019和2020年的经验来看 情绪进入亢奋区后 市场短期内往往还有一个继续走高的过程 此后随着情绪回落市场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调整 但这一调整并不意味着牛市行情的结束 以目前情绪指数位置来看 当前9月底的市场情绪相当于历史上 2019年3月5日或者2020年7月7日 现在更应该以牛市思维做出投资决策 那么汇率是否会影响市场的节奏呢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变量其实不应忽略 往前追溯2020年至2021年9月的A股市场 之所以会有一段系统性加结构性衔接 非常不错的牛市 正是处于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的下行周期 2018年底到2019年初 那波行情所处的汇率环境也比较有利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2014年发起超级大牛市之时 其实所处的汇率环境并不算好 到2015年牛市加速阶段反而转好 汇率的变数对权益的影响 其实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权重 若其权重偏于宏观经济 就可能会打破外围的约束 当然也需要观察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变化 是否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注意到居然准个微信 是我们俄的顶部才能 因为这个人在家人